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下來明天立法會的口頭質詢環節 柯仔是有一條關於新冠肺炎的疫情 是要向政府提出質問的 很多市民跟我說 第三、第四波疫情 九龍東成為重災區 確診數字都是非常之高 面對這樣的情況 究竟食衛局還有什麼良方妙策 去解決或者舒緩 現在我們的清零目標 我分了三部份問政府 第一部份就是要求政府做好 那個所謂確診者和緊密接觸者的跟蹤 以及接送的安排 現在很多緊密接觸者 要等很長時間才能夠作接走 以至乎作出安排 第二個就是市民最關心的就是污水渠 當然我們現在的污水渠含合規格 污水渠的傳播是否一個病菌來源 很多市民都很擔心 但是第三個 面對九龍東疫情 究竟食衛局有什麼辦法 可以精準去幫我們九龍東的居民 我們經常說 希望爭取政府能夠做個強制全民檢測 但是到現在仍然都是講的 如果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以九龍東作為優先的考慮 先做先 另外打疫苗同樣 是不是九龍東的居民 都可以去優先處理 這些問題很多市民都關心的 我明天立法會 就會問食物衛生局局長 要求他給個答案給我們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更緊貼大家的民意好嗎? 多謝大家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留言讚好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多謝你